我們手拉胚有六個步驟 最後步驟完成之後變成一個花器 我們如何把它拿起來 我們會拿一條線 從正中央由上到下把它切到斷掉 斷掉之後有人會因為這個作品很大 會比出二的形狀用夾的 一夾住之後一前一後一個作品就完成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用爆的 那爆的之前 土啊 你要先把你的手用布 把手上的這個比較濕滑的地方把它擦乾淨 擦完之後用手 用捧的 手靠近它一前一後 這個就可以捧起來一個作品 好第三個方法 也是很多初學者 做完作品之後很擔心把它捏破壞掉 他會用這個方法來讓你們看一下 就是用推的 這邊首先用海綿 在最前面這邊沾點水 這個轉盤上都是水 有了水之後 我將這個水把它推進去 我們淘土裡面一次 好再推進去第二次 好推進去之後 這裡面自然有水 我們用滑落的方式 用推的 那推後就可以將你的塑膠殼拔開 慢慢用手指這樣慢慢接 慢慢接 接到拿起來 好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將作品 拿起來的方法 拿起來之後最後放在木板上 這樣你們會的嗎 這樣你們會的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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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